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Viper對上宋宋 文明是瑪雅人對上保加利亞 這張地圖是衛城 算是比較特別的一張地圖 那我們稍微來討論一下衛城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的話是自己的領地 是擁有高地的優勢在 所以在防守來說 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要怎麼圍 就是個問題 那這裡是不能圍死的 這個地方是不能建造石牆的一個地區 這邊是可以的 就會變成說你在圍架的時候 是非常困難的 通常就是高地會放一些城堡或箭塔 防守 主要還是在下面這一塊區域 做一個爭奪戰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Viper的文明 Viper的文明是瑪雅 瑪雅有比較優勢的地方是 一開始是五人口 所以一開始可以點這個織布 所以村民在一開始就有40滴血 所以基本的這個抓村民 是不太可能抓到的 所以它這張圖在前期蓋伐木場 是有優勢的 因為通常如果你一開始 就去前面蓋這個伐木場 很有可能被對方3棒棒 或2棒棒加一次 然後直接抓掉25滴的村民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瑪雅的話 這張地圖前期就不太容易出現這種 被抓村民的事情 那瑪雅的話 它還有很多其他能力 那我們之後再來講 先來看一下寶加利亞 寶加利亞的話 它算是一個強弓型的文明 那它前期比較厲害的地方 就是這個冰工廠的研發技術 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這個還是團隊加成 就是冰工廠的研發技術 這速度是80% 那你可以想像成喔 你平常訓練這個一級射 要一分多重 但是它這個不用一分鐘 甚至連30秒都不用 瞬間就研發好了 基本上限點性用的感覺 好 那再來就是它前期 欸 欸 我不確定這五算是前期的優勢 因為這個冰工廠的科技食物減免減50% 像一級射是100肉跟50黃金 那它就變成50黃金跟50肉 嚴格的講起來 算是優勢 但是優勢並不大 那它最有優勢的應該是 可以兼造銀雷這件事情 銀雷的話算是小型城堡 那它的造價也算是城堡一半的一個造價 那攻擊力跟城堡也差不多 雖然血量是城堡一半而已 但是它由於造價便宜的 又可以兼造這個寶加利亞騎兵 如果要打UU來說的話 寶加利亞算是比較沒有壓力 因為亮城來說也算是OK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視野狀況 好 那兩邊的遊戲視野 是長這樣子 就可以看到 Viper現在探讀只有探讀這個位置 那這裡有黃金啊 鹿啊 大概這些位置看到 那瑪雅的一個特點就是 它的這個刺猴 應該算是鷹刺猴 它的視野是比較廣 老鷹系的都是比較廣一點 印象中是這樣子 老鷹系的視野都比較廣一點 但我感覺 對 馬的刺猴的話 感覺你看這個範圍就比較小一點 這個明顯很大 大一片 然後這邊就是小小的一片這樣子 當對比起來好像 好像差不多這個感覺 沒有啦 鷹刺猴還是比較多一點 多一兩個 呵呵呵 我記得鷹刺猴是比較多的 所以在馬來亞 在前期在探地圖的時候 還是比較OK一點的 我想說又有改版了嗎 以前就是鷹刺猴比較大片 對啊 看起來還是比較大一點 好 那一般的馬國刺猴 這個視野就沒有像老鷹國 就是視野這麼大一點 但是相對的 這個老鷹的這個跑速 是比較慢一點 雖然攻擊一開始四攻 到封建時代的話 馬的話並不懂 所以在天時代老鷹算有優勢 到封建時代的話 老鷹可能就要小心一點了 就不能這麼太放肆喔 去敵人家裡一直探 可能會被對方的刺猴直接抓掉 好 那這個時間點喔 這邊有個細角 MIPER並沒有把自己的路 這個算是癢喔 趕到家裡喔 是選擇用這個喔 因為他這邊有這個模仿 選擇直接用這個村苗去吃 那他這邊 趕入的這個時間喔 就可以去探對方家裡喔 去了解對方的資源點 在什麼樣的構造 那MIPER這邊有看到 對方的一個果樹 跟黃金都在前面這個位置 那他的伐木也在這個位置 那他現在已經掌握住了 那至於前期要怎麼打 也就是個問題 好 那這邊探望技術部 現在有了MIPER這邊提早挖金 那很有可能喔 是打這個22匹小弓喔 這邊是22村 然後點這個封建時代的 這個戰術喔 算是蠻很久以前的戰術 算是我兩年前 在練的一個配置 那現在好像都不太用這個打法 這個打法好像比較適合那種 地型很好的時候才可以這樣打 就是家裡比較好防守 因為你有可能封建實在上來比較晚一點 可能會被對方一個超級馬爆啊 或者是一個棒棒喔 直接黑暗打殘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22匹戰術 算是比較用在這種特殊屬的時候 會比較有殺傷力一點 用阿拉伯的話 可能會被打爆了 那我以前還是很喜歡阿拉伯用這一招 用這招22匹小弓 順利打上了1500架 大概在兩年中 那時候1500架 那時候也很高分了 這邊直接死去 哇靠 BIPER這邊被宋宋直接砍死一村阿 沒想到以上封建之代 利用這個武功赤火 順利收掉獅血的村民 我剛剛想說這個不會吧 哇 結果還是被收掉了 好 那這邊射箭場再拘捕 但是宋宋這邊用兩隻村民出來 這邊是還得殺了 用這邊喔 兩隻村民去蓋這個箭塔 來騷擾BIPER的一個伐木場地區 那BIPER這邊也看到喔 送送的伐木場這邊是為死的 那有五村在這裡 那其他的伐木場是在後方 有點算是分散風險 很標準的石木開 好那這邊第一個伐木場好了 那這邊BIPER要面臨的是 要選擇第二個射箭場 還是要蓋兵工場 但是他現在已知這裡被插這個箭塔 那應該會在優先補下一個伐木場 去做一個挖掘伐木的動作 那這邊就會再投資100木的關係 所以他這邊不能下兵工場 也不能蓋這個射箭場 那他這邊攻勢很明顯就被阻斷了 好那送送在前期 前面還蓋了射箭場 那怎麼會打毛兵 因為這裡沒有挖金塊 所以很明顯是毛兵 但毛兵有個缺點喔 打塔公公的話就打不出來 因為只有這個攻兵 進這個瞭望塔 才會有這個額外傷害 毛兵是沒有的 那這邊可能就要趕快 去補下這個兵工場 去點一級射 點完一級射之後 再開始挖金 再考慮出一點小工 去來增加這個箭塔傷傷力 但目前看起來 送送是沒有要打全塔公的 因為他沒有挖石頭 所以這邊可能只是一個箭塔 稍微騷擾一下而已 那並沒有要真的喔 去打一個大前期 好 麥克爾點下了這個長槍兵 來防守一下這邊刺猴 刺猴量有點多 五隻喔 這五隻直接殺過來 可能會毀天滅地喔 這個村民可能會全部插飛彈 這個村民雖然久之在這裡 好 那可能麥克爾再多點一隻長槍兵比較好 三隻長槍兵可能比較給力一點 好那這邊直接硬砍 差點砍死 一村 回頭再砍一村 唉唷差點砍死了 但是毛兵直接過來硬點 但是硬刺後怪 直接拆敲毛兵 那這兩隻刺猴一直在外面啦 我們要繼續去挖資源 可是一直在補這個房子 讓這個村民一直在做事 哇這個毛兵 直接硬點工兵 工兵有點危險 沒關係趕快就回高墊 那這個地圖 高地就是比較好守一點 但是還是要控好 下面這樣控還是會送掉 那松松這一波前期的壓制 我覺得打得非常好 他這邊沒有用黃金兵種 用這些弱馬 加上這個毛兵喔 可以順利的去解對手的一個單位 但是這個長槍兵直接被戳到 哇戳死一隻 那毛兵這邊血量也有點低喔 因為這個鷹刺猴打這個毛兵 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 那 寶貝利亞這邊經濟狀況也不是非常好 雖然 跟viper比起來 viper算是比較差一點的 那這裡至少已經撒了一片田 大概十 大概八片田主用 那viper這邊則是 就是只有少量的 欸七片田而已 所以這個 數量還是有點差距 就可以明顯看到 木頭區的一個分布喔 就可以知道前期誰經濟比較好 好 這個料王塔 高到一半就蓋不起來 這邊 公兵直接過來射村民 但是這個 赤猴還在被砍 這邊 這邊有這個肉馬 在這邊想要捧牢果區喔 但有兩隻 長長兵在這邊等過來 會不會直接被戳爛呢 戳11隻 完美 哇 直接擊倒一隻 好 但是前方的公兵喔 還在做操作 那長長兵戳11隻之後 那旁邊這裡 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這裡沒有圍喔 長長兵可能還燒過去手下比較好 好 前期的一個鬥爭喔 應該 到這裡就告一段路了 兩邊應該不會再爆坑過兵了 那麥克風應該不會剪下第二個射箭場 然後應該還是會趕快去 衝到這個 城堡實戰 好 長長兵過來再捅一下 捅到 OK 但是前期 這邊的毛兵 還是蠻大量的喔 哇哇哇 沒有先去打殘血了 然後刺頭過來砍 哇這個應該是跑不掉了 應該是要別送掉了 剩一滴血 滴 滴滴被擊火 倒地 倒地之後 這些工兵又很難打 不知道該怎麼打比較好 OK 但是高打低 直接額外傷害 打掉 這邊大量長黑兵 直接過來硬戳這邊 村民 村民可能會被抓掉嗎 長長兵戳戳名了 還是有點 難受的 這個有點難戳得死了 但左邊這隻可能有機會 再一戳 OK 同死一村 哇兩村都倒了 Pype這邊拿到兩村優勢 應該贏了算一村 剛剛有一村已經被打倒了 所以Pype這邊也是領先一村 那這邊毛兵在前面再秀個操作 刺猴先去打殷刺猴 刺猴不打 好毛兵 毛兵沒有單位可以Cover 趕快撤退了 但這邊的工兵喔 還是有點危險喔 還是後撤比較好 不然這邊工兵不中光 好 殷刺猴被刺猴砍 回頭砍一下 哇先戳死對方洛馬 哇戳死對方洛馬之後 毛兵再過來 直接再解決掉 鷹刺猴沒有點防禦 就是這樣子 還是蠻保的 因為血量這50低血 所以攻擊力還比洛馬少一攻 看的好處就是 需要的肉量不需要這麼多 黃金多一點就可以了 欸 哇靠Pype的經濟怎麼那麼好 Pype已經可以繞城堡時代了 那保加利亞這邊 哇 肉直接掃八百啊 這個肉馬跟毛兵按太多啦 所以導致基本上沒什麼太多肉 還是 送送這一波的騷擾 前期的塔工騷擾也確實 讓Viper捨棄掉兩塊木蓄了 這兩塊木蓄都沒法好好的伐 只能逼到家裡喔 去蓋伐木場 嗯 這樣子的話 Viper這幫移動時間 就花了蠻多了 這樣從這裡 跑過去再跑過來 然後再跑回來 這一段時間就已經讓 廢掉了非常多的 採閥資源的時間了 好 Viper這邊點向了2 1技防禦 那等一下步兵開甲 要考慮一下要不要點 去點這個鷹刺紅 來點這個 毛兵比較好 算是毛兵 哇 這工兵全送光了 哎呀 這邊送光的話 就很難打 這裡再送一隻 哇 這小工 真的是送光 結果這一區的木蓄也沒騷擾到 哇 這感覺真的是有點被送送 壓制在家裡喔 這些毛兵現在也解不掉 好 疊下了一擊絕軍之後 但是卻沒有聰明可以去挖金礦 可能要往右邊開始挖 這個地區喔 或者是再找個地方挖 這邊看起來沒有地方可以挖了 嗯 MIPER這一場開局真的是有點慘 好 這邊毛兵就去騷擾 但是沒有鷹刺紅 鷹刺紅沒有去去點 斷金的話就沒有鷹刺紅 怎麼辦呢 MIPER移到城堡時代 該怎麼處理呢 還是要處鷹刺紅啊 好 到城堡時代之後 這個鷹刺紅 直接就會變真 變成七弓的鷹刺紅 直接變成四弓 變成七弓喔 加三弓 那七弓的鷹刺紅 直接硬戳 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 那這邊直接蓋城堡 哇靠 好 蓋城堡 直接硬蓋 好 殘血村民拉回家 城堡快要蓋好了 這邊定可能趕快跑 但鷹刺紅還是蠻硬的 那擊火的話還是有傷害 可能還是要撤一下 OK 好 那城堡蓋好之後 開出這個羽毛 劍射手 那這個羽射手 有個優點 就是跑得快 然後遠防高 缺點就是 到地龍時代 會比這個強弩少一弓 射程也會少一弓 但是血量是比奴兵多一點的 血量到精銳的話 可以到65滴線 可以基本上 把這個當成馬攻單位來看待 但是他不會怕這個長槍兵 好 這樣想就好 好 來看一下這邊要怎麼防守 這邊的毛兵雖然有點多 與射手過去也會被擊火掉 好 這邊大量的聰明直接過來蓋PC 好 TC也蓋好了 目前MIPER利用自己城堡優勢 3TC直接蓋起來 那也讓自己的高地領地 有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 伐木的區域 那下面的話 可能還是要再開個TC 例如開這個位置 把這個金礦守一下 然後這邊還可以撒天龍跟伐木 那目前3TC的話 應該一陣子 是不會去再開額外TC 因為3TC現在運轉起來 也是有點混亂的 看這邊肉量其實 不是很足夠 好 而且 這邊為了斷村 導致這個二級射很難點下 那如果他點二級射的話 這邊勢必會斷村 你看這個TC沒在運作 這個就是一個取捨問題 你要點二級射的話 勢必會斷村 但你不點二級射的話 這個羽射手 就很難防守 這些毛兵在白婆家裡也鬧太久 而且又殺到一村了 這邊TC射死了一隻毛兵 白婆現在防守有點被打到 有點喘不過氣 來 那保加利亞在家裡也開下TC 那他TC是往外開的 他的位置都還蠻不錯的 而且這邊是有點開到外面的眼睛 那保加利亞這一波 然後 但是慢慢打出優勢來了 再來是 Wiper 經濟也慢慢好轉起來了 57村打49村 是不錯的 而且這個農田越傻越多了 開始可以把這個3TC的村民 運轉起來 好這邊出一台奴炮 看起來這奴炮是要送掉啦 哎呀 沒有這個 羽射手在旁邊顧喔 就會變這樣 好羽射手直接 不要 這個騎士太多喔 有點危險 但順帶一條 保加利亞的騎兵 只要點一下 淫斷這個馬盾技術之後 這個騎兵攻擊速度可以高達 33% 得外的速度加成 這他的攻速可以算是 騎兵砍最快的文明 那邊要特別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 瑪雅鋁射手 其實是蠻怕遊俠的 遊俠的單位喔 雖然這個保加利亞沒有遊俠 但還有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保加利亞騎兵也是蠻難倒的 因為他這個 騎兵倒下之後 好會再戰起來 變成步兵單位 他繼續在戰鬥 所以我都把他稱為殭屍喔 殭屍騎兵 超難打的 而且你只出這個 長槍兵喔 跟騎兵去硬戳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也是沒用的 你就再把他戳下馬啦 他站起來的步兵 好會把你的擊兵給尻爆 所以你打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一定要用兩種方法 好第一個就是 大量的弓兵喔 加上這個長槍兵喔 去打 他會比較好打一點 不然只靠這個擊兵 本來是有點難走 這邊蓋Tc 欸這個Tc 欸動作的差不多 類似這種位置 好這邊趕快蓋騎兵 啊蓋這個死槍都來不及 蓋好聰明 直接被硬砍這個Tc蓋不起來 哇這一個有點傷喔 白浦有點血虧 雖然這邊很果斷的把村民王後拉 當然也是損失掉這邊 蓋這個Tc的時間喔 然後這個來回折返 時間也是被損耗掉 白浦經濟開始被送控追上 送控這邊來到六十六村 白浦還是第三村 大概差五村左右 好那這邊毛兵還在追 哇這個有點沒在控喔 看到聖光了 這個毛兵跟公金 但是沒有彈道學的關係 白浦射的很歪 射手基本上箭矢全歪了 好可能要趕快找大學 來點一下這個彈道學 像白浦的黃金有點爆量 花金的人有點過多 但是白浦卻沒有用買賣的方式 去買木頭的方式 所以直接去硬蓋大學 然後這邊蓋一個修道院 看到這邊蓋了一個BK 應該是一隻肚苗 這個BK有點危險 平時再過來直接硬彈村 哇彈死了 但還沒有收身 這邊雨色在管 右邊左邊這邊又被鬧 右邊這邊開戰嗎 沒有後撤了 經過一番拉扯 裡面的血量有點殘 順利的時候 右邊在這邊毛兵 好再蓋下一個六 送這個哨塔 來看一下右邊的視野狀況 目前送送這邊的一個地圖操縫 相當好很多地方都有送送的一個建築 讓他有一個蠻大的一個 料望的一個能力 而且他這個連二級料望都有點 二級料望是需要黃金的 但我沒有想到他會這麼早點 這個料望技術 所以料望技術其實不便宜 好那點一下之後其實地圖就很明亮了 送送可以把握住對手 viper的雨色手的一個動向 那基本上 viper的雨色手也沒有辦法去對方家裡騷擾 你只要去 一去對方家裡騷擾 這些騎士可能就會跟上來了 才有可能這一波送掉 然後你就可能家裡就守不住了 像viper的主經是這樣 但是如果不去騷擾的話 要在家裡農可能也很難得出來什麼東西的感覺 因為這個地圖 這個有個地圖限制 並沒有卡那麼好守 因為你要單純農的話 可能要耗費大量的兵力跟城堡 去防守才有可能 不然對手戰的騎兵已開進來 還是很有可能直接被開來 喂你幹嘛 這個mip what mip這波雨色手全部殘血了很傷啊 哇大量騎士直接出來陰砍村民 viper的村民被砍了很多 來到了十八十九村 二十村跑不掉 二十一村 二十一村死也去 公眾的村民已經大幅了反超viper 哇這波騎士突擊打得非常好 站在這邊招牆到的騎士喔 也順利的解掉這個頭子車 頭子車這裡還會太好了 但是該城堡一定危險的頭子 一塊可以投到村民 這裡要看一下怎麼打 要等第二台頭子車出來再投嗎 還是沒有時間控頭子車呢 好有空了 還是直接投一發 村民 哎唷馬上往後拉 但是還是知道一些頭子車的傷害 這邊再動一下 哇還是很多村子被殘血 這個直接用 村民解掉頭子車還不錯 第二台要出來了 第二台出來 唉唷還好這已經好了 頭子車應該是沒機會跑 跑低 那mip的村民喔 還是死了蠻多村的 雖然死那麼多村 村民說還是沒有被拉開非常多 大概差五村而已 這邊城堡一好之後 趕快補下這些農田 再繼續把這些經濟拉起來 這個採礦地也可以低掉 開始把這個家裡褲殿的一個空地 去補這個農田 會比較好 好 那mip的由於剛剛這個雨射手 太多殘血了 那點一下這個草藥血喔 那點一下這個草藥治療之後 雨射手進城堡 就可以高速回血 這就是一個比較 欸 進階的一個 讓單位快速補血的方法 因為很多玩CD的玩家 並不會去在意單位的血量 但這個草藥血其實蠻好用的 草藥治療 好 進這城堡 馬上又高速回血 你看這個玩家 基本上都回滿了 比森綠補的還要快喔 所以我個人其實也蠻推這個科技的 好 那vip的這邊順利點一下地圓石災 那松松也早就已經點下了 大概時間差距為50秒左右 好 紅蠻血的雨射手 直接又出門 哇 這邊29隻雨射手 其實有點多了 雨射手出發 這邊要怎麼出去打呢 好 這邊一些很多 廖王桃 vip的一個動向都被掌握住了 寶嘉莉亞 松松趕快用這個騎兵回首 那一級 絕金 一級彩石 都已經點下了 那有這個彩石技術之後 這個銀類就比較乾一點了 乾了就乾了 最需要這個礦區 我趕快蓋一蓋 雨射手雖然來到29隻 其實很多 好 那松松還是決定要出騎士 沒有出寶嘉莉亞騎兵 然後你這時候慢慢步步 推進到了 宋宋嘉莉 但宋宋嘉莉的村民 其實都在騎士附近 然後被騷擾到 很困難 雖然沒有城堡 但是 並沒有這種外圍 有濃淺的地方 好 VIP這坨工兵非常重要 不能送掉 可能打得比較防守 保守一點 並沒有直接衝進去 好 這邊騎一個城堡 VIP用這個森林 去用招翔方式 阻止對方村民 蓋城堡 但發現村民實在太多了 看來這什麼是要被一蓋起來了 但是 松松這邊有一個城堡的優勢 可以馬上移到必用之袋 在前線蓋這個巨星頭死地 VIP比較晚上 我們要用挖些石頭 去儲備這個修房 哇 這邊雨色手直接被抓包 大家看到了騎兵 直接硬砍 這個雨色手看起來 是被砍到 沒救了 把那29隻雨色手 直接被砍到剩下16隻 後面的雨色手 在繼續被追擊 騎士的傷害非常的高 現在鑽這個小小的鳳穴 看來也是 為死一萬 比起雨色手的攻擊力 比這個奴兵還少 少一攻 尼士打起來弱領養 哇 本來可以開開心心的風箏 這些騎士單位 但是 沒想到 可以抓了個陣子 送送這一波打得很好 尼士直接包到雨色手 好 看他正面城堡巨頭戰爭 但是VIP已經有點出這個長槍兵 長槍兵的話 就能很有效抵抗對方的騎士 在這邊連擊兵都點下 哇 這個投資成本速度蠻快 雖然防命還沒有點 好 但是 擊兵的重點 是要有這個能力 對方的騎士能力 可以一邊打擊兵直接戳死一隻騎士 好 城堡巨頭還在出 不然是用兩台巨頭來過來拆城堡 好 待會的一個目標是直接硬拆城堡 並沒有要來打這個巨頭的樣子 還是要來打個巨頭呢 現在要來打一個目標是什麼 是打城堡嗎 還是打城堡沒錯 但是右邊這裡有些騎士在騷擾 但是家裡有很多居印喔 可以急死的去救家裡的一個經濟狀況 騎兵喔 還是蠻好防守掉的 好 三台巨頭開殺應該是本來修的 快樂的三巨頭一出場 電子有沒有 找地 城堡直接 Stick By 好 城堡一掉之後 直接開始上去硬拖 但是後面是硬直接賣隊友 沒有要管這些巨頭喔 哇 無情啊太無情了 直接隊友賣好賣滿 這個人是 這洞出了喔 這個梗喔 也是用很久了 好 MIPER家裡10號還在挖 這個 這邊蓋房子 OK 人口有點卡 這個前面也在追這一波7 MIPER現在 正面來說是比較強 如果是用這種話 如果要打正面 可能要搭配一些技能 搭配這個戰毛兵喔 講錯了 目前 寶貝莉亞只要出戰毛兵 就可以完全地 counter 與馬爾特的這個補殘喔 這個疾兵 以及這個 羽毛劍射手 都很怕這個毛兵的 那毛兵一出來的話 就可以清潔到這一層 誰也不用旁邊 但是幾艘頭 就是這個攻防 稍微升一下 那背景喔 看到蠻多高手 都會打這個 寶貝莉亞 的一個馬空 因為寶貝莉亞也有 這麼多馬空 所以打起來也是弱的 而且也沒有制衡 雖然寶貝莉亞的 工兵是不能升級牛兵的 但絕帶子喔 他的一個馬空 算比較厲害 而且連安息人戰術都有 所以寶貝莉亞可以算是一個 全騎兵文明的一個打法 可以出騎士 也可以出寶貝莉亞的騎兵 也可以打步兵喔 那步兵還有這個 血液能力 可以讓那個防守劍兵喔 近防加5 然後馬空部分 又是 完全挺 所以長率差一點 然後這邊順利的 點掉送送的PC之後 也要完全攻擊 推進 右邊的話 這裡有一個銀雷在的關係 所以幾兵 並不能把好的擺姿對手 這邊幾兵送的有點多 雖然這裡沒有左孔關係喔 下面的幾兵 因此被射不到 好這邊大量肉馬直接上去 想要硬砍 結果這邊直接高地戳 10隻肉馬 這個高地戳 很痛的 好但是這邊寶貝莉亞 大量的戰毛兵 直接過來硬打 這邊幾兵 幾兵也是被射掉非常多的一個單位 這邊直接互換 換的還蠻多的 原來MIPER的幾兵防禦還沒有全滿 你知道這遠程傷害的升級還是蠻痛的 右邊這一邊的TC 看來也是要被硬拆掉了 零雷直接硬拆 攻擊力有14 很痛的一個傷害 你看這個城堡 也只有11加3 跟城堡其實差不多傷害 反正是一樣 14欸 11加3就是10加4 可以收14傷害 所以寶貝莉亞 真的到城堡時代 這個銀雷真的是可以多蓋一點 這個CG實在太高了 造價便宜 攻擊力又跟城堡差不多 不蓋不蓋 而且蓋完大量的銀雷 我就可以收這個寶貝莉亞奇兵 所以寶貝莉亞算是很進階的一個文明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我自己玩寶貝莉亞打完架的時候 我也覺得他算是 比較在南前起成型的一個文明 你跟對方護農的情況下 玩寶貝莉亞 可能你的對手 但是如果你打強軍士的話 是有機會可以打出一些優勢在 這三台巨頭應該是要送掉了 這裡沒有其他當作在防守 只有靠城堡應該是直接硬撕 那BIP這邊大量起兵加上巨頭 直接拆掉 目前送送控金控爐方面控的還不錯 大部分的野心都有送送的所以我們在挖 那BIP這邊基因罐的蠻慘的喔 黃金只剩9個人在挖而已 而且這邊還有兩個射箭桶還要儲留 所以BIP也要打 地方實在太多了 好 中間的女射手 直接過來搶中間金礦 但是這一邊的這個 瞭望玉塔 沒有解掉 所以如果要來挖基因的話也挖不了 會被這個 瞭望玉塔射到懷疑人真 好 然後中間這個地方 又有對方的銀雷 哇 這個銀雷到處都有 很困擾 好 那送到這裡 很可憐 連這邊都在出這個戰毛兵 好 大量的騎兵過來 直接硬上這些騎兵 騎兵直接順便吃掉吧 這位肉麻送了很多 那BIP為了要搶奪這塊 中間的一個野心的關係 大量直接往中間送 OK 三級的反甲技術終於好了 騎兵開始有一個不錯的 對抗遠程的一個防禦力 但是高大量的戰毛 還是會瞬間倒地的 好 結果這邊幾兵 沒有出到太多兵 都要全部倒光了 白粉現在 對於要解這一盒戰毛 有點困難 因為要解戰毛 這個方式就是 出老陰 然後 或是投身 反正這兩種都需要大量的防禦才吃得了 所以 白粉這邊金鑽清了 黃金歸零 石頭也歸零喔 然後 從這邊 兵之以來 做好1600黃金的庫存 而且這邊兵都是用 肉麻加戰毛 現在在附近黃金 但是這邊巨頭也順利起跳 但是這邊 肉麻還可能也會出來 硬坎的一個巨頭 小兵幾隻 小兵幾隻 但是這邊的戰毛兵很多 好 戰毛兵出來 還是被打成白心 但是後面的動作 請過來 直至被肉麻來砍一些羽毛射手 羽毛射手 來到了23隻的數量之後 白粉這邊靠一波買賣 賣一堆大量木頭 去點下 羽毛射手的軍隊 等下直覺之後 還有一種小典 好像有化學 他跑進去用去點化學 真是 嘿 所以沙羅道有點難 難去 點化學 好 這邊這個金炮 他再來補下 來挖金 現在MIPER這邊站就沒救了 好 那保達利亞這邊 開始在補這個近戰的攻防 應該是防禦而已 喔 要來點這個攻擊 點攻擊就是要打雙手劍兵喔 他可能已經預料到MIPER 可能會出老鷹 然後再做預先準備了 所以開出這個伸手劍兵 伸手劍兵的話 砍這些吉兵喔 也是像我剛好 而且還有這個血液喔 如果他要點的話 我覺得是沒必要 打吉兵可以用到血液有點太奢侈了 BD保加利亞這個金掛 也是不便宜的 也要4-50斤喔 900肉 這個投資出門也是蠻高的 好 來跑點下化學之後 好 知道你有機會打得贏了 那這兩個射箭場在這邊 一直燒了也是蠻煩的 一直還是有這個射箭場在出兵 好 這邊弱馬直接過來 要硬砍這邊村民 哇 這一隻生魚 看來要直接倒了 來不及前移境 大量村民直接開砍 涼了 BBQ了 真的是BBQ了 哇 這一波吉兵也送光了 為了用這一波女色手 去阻止對方的巨頭 來拆這座城堡的關係 哇 右邊BBQ 中間BBQ 左邊守住 怎麼辦 中中這一波打得非常不錯 深冬及西戰術 巨頭引羽射手 羽射手引過來之後 到這個大量肉馬 去突擊右邊這一塊地區 然後這邊劍兵喔 直接手撕城堡 好 加利亞這邊進攻非常強勢 結果這邊羽射手過來 看到城堡之後 也沒辦法收太多東西 雖然是那些村民 但是家裡也是有點BBQ的狀況 一直被砍村民 村民一直在燒啊 哇 這裡非常多vipe的屍體 這邊起兵還是很多 擊兵 你有在按嗎 擊兵有在按 再補了再補了 但這邊擊兵了不能出去 外面戰寶希望太多了 哇 戰寶直接貼到了這邊高地下處 之前的伐木屑 所以村民可能會被戰好頭光光喔 好 這邊大量人真的直接回舊 回舊的後面還有一堆 青蛇兵在後面追 好 這邊馬可不用 防護場的一個小槍盜 開始對這些肉馬 開始射課 我又小追又射課了 因為這太平衡了 好 大量子已經直接衝過來 但是這個防護電台也升級好了 直接村民進去地難 哇 這根劍塔CP值太高了 射到了這個伐木屑 又可以射擊兵 vipe受不了打錯了GG 斷金時間太長了 黃金一直沒有辦法拉起來 真的是沒辦法 這邊送送的一個多線戰術 相當完美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 vipe這邊真的是打擊蠻嚴重的 前期村民術已經落後太多了 被殺了二十幾村 那導致他後期 雖然村民有在補回來 但是為了補回來的關係 所以軍力並沒有那麼強 所以在地圖推進方面 vipe這邊是有點慢了一拍 畢竟要再把這個 被殺的村民補回來的關係 那保夾力剛好佔地圖又特別強 這個贏了 想在哪裡就在哪裡 而且這個造價成本又低 所以這個礦區 基本上野石野金 都被送送全部拿走了 看這個黃金雖然就很明顯 整整你的vipe大概快到三千斤 蠻多的 石頭更明顯 這個野石也被他挖光了 整整你的快三千 你看這些石頭拿去賣掉變黃金 或是直接插陰雷 這個地圖控制力就更強一點 所以我一直覺得保夾力 保夾力亞真的算是很進階的一個奇兵文明 那如果大家對自己有奇兵有想法的話 或者是對這個塔弓 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話 我覺得保夾力亞是滿適合你的 除了法蘭克之外 還有這個韓國啊日本那些的 保夾力亞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也是常被人家大家疏忽掉的一個文明 可能是他沒有一些經濟加成關係喔 所以很容易在行就被打爆了 所以對行手不太友善 可能是這個原因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